各位朋友,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 我现在准备给大家做一个系列节目 这个系列节目,它的题目是什么呢?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那么叫人生生命生活指南和钥匙 我想你听了这个题目,一定很感兴趣 我首先把我自己给介绍一下 那么我呢,是出生在中国河北保定 那么在太昂山区,弟兄姊妹五个,我排行老大 那么父亲是教师,然后呢,母亲在家务农 那么呢,在83年上了河北医学院 那么毕业以后,然后考上研究生 对于考上研究生以后,留校 一年以后去了日本 那么在日本呢,攻读医学哲学博士 然后在1997年完成了医学哲学博士学位 那么呢,就完了以后呢 在日本呢,做了文部科学省的学术振兴会 特别研究员 做了特别研究员以后 那么呢,又留在日本大学里任教 在一年,在日本呢,成为文部教官 他在日本人,日文的叫教修 相当于北美地区的助理教授 非常高兴 那么呢,本来这个有机会去美国呢 最后放弃去美国 为了报效祖国呢 然后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那这是2020年 当时呢,进入中国 就是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医学部 任职副教授 朔博颜读导师 后来呢,又到了这个 在这个,回去以后 有这个,加拿大嘛 然后,填了手续 移民就批下来了 来了加拿大以后,认识神 那认识神,信了耶稣 那么11月份来加拿大 然后12月24号晚上 圣诞之夜,就信了主 然后专门买了车啊 去教会 造就了这个生命 培养了信仰 后来呢,经过这个祷告 然后成长 一直在多伦多大学 做这个博士后研究员 然后呢,科学家 高级科学家 那么在这个金融危机 08年啊,爆发的时候 那么呢,那个时候呢 那么神就呼召我呢 读了这个道学硕士 在2020,这个2007年被呼召 2008年啊,再次被呼召 10年入读啊 13年完成 那么就走上了服侍神的道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神对我有很多的这个帮助啊 磨练锤炼 也在摸爬滚打 在四个教会服侍 那么在目前呢 我是在宣道会 加拿大宣道会 然后呢,搞成剑巧 华人宣道会 任主任牧师 那么我在那里 已经服侍了五年了啊 五年了 然后呢,任主任牧师呢 是17年,18年,19年,4年了啊 然后任主任牧师 在那里四年了 那么我呢 在这个传福音上 有很大的负担 然后呢,在文字上也有负担 所以呢,那么我现在呢 一直有一个愿望 出一个系列丛书 那么但是现在呢 读书的人少 然后看视频的人多 那么写书也太慢 所以呢 出版的时候也花很多的费用和周知啊 所以呢,首先呢 就想呢 先把它做成视频 然后呢,在这个视频的基础上 必要的话,这个整成文字啊 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人工智能非常发达 只要你讲出来 讲得清楚 很容易可以转成文字 所以呢 我就,这个有一个计划嘛 然后神要护照我 求神与我同在 也与这个主内的弟兄姊妹 朋友们同在 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 这个传播福音 建造教会 迎接主耶稣基督 快快的再来 我呢,有家庭 然后呢 和我太太呢 然后结婚 是91年结婚 到现在可以算一下 应该是91年 29年了 非常的感恩 然后儿子呢 这个有一位 有一个孩子 是儿子 这个现在是在 多伦多大学完成本科 然后在文革华 这个University British Columbia 克林比亚大学 然后这个完成硕士 然后呢 现在在沃泰华大学 攻读这个软件工程 然后呢 明年就毕业啊 然后你家人都非常感恩 那么呢 我就呢 把这个圣经到底 这个讲的什么 把这个题目呢 分解开来啊 然后希望呢 能够这么困难的 这么厚的书 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我们华人通常用的 和和本的 中英和义的啊 看到啊 这很厚的啊 读了很多很多 很多人也不太明白 到底圣经在说什么 然后这是另一个 一中文版的 这个和和本的啊 对不对 是不是 看着啊 这里面啊 我读了很多次的啊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圣经的 也是和和 这是那个心灵啊 这个心灵 心灵本吧 它是在这个心一本的基础上 然后呢 把它这个后面 每个章节呢 都有心灵的体会 是个应用性的神经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这种 这个大字本啊 这也是和和本的啊 这是加拿大 环球广播做的啊 如果你这个眼睛呢 看字呢 这个小字 看得不清楚的话 就用这个大字的啊 对不对 还有呢 这个 它有这个 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啊 然后希腊文的圣经啊 那么我现在给你看的呢 这就是那个希腊文啊 这个新约的希腊文啊 Greek 所以这是 那么圣经的原文呢 是希伯来文 还有亚兰文 或者是新约的这个希腊文写的啊 还是27啊 不同的版本啊 但是呢 它不管怎么着啊 圣经呢 是66卷书 旧约39卷 新约27卷 对不对 那么这么 这么多字啊 这么的书籍 也是世界上发现的最广啊 译成文字最多 是吧 那么圣经呢 已经翻译成 新约已经翻译成 两千多种文字啊 对不对 这个人们都知道 圣经非常有名 然后呢 很多人在教会 全世界呢 有24亿基督徒 相当一部分是去过教会 或正在去教会的啊 每个星期呢 都有讲到 是吧 然后呢 在家里呢 也叫灵修 我接他的时间 每天要读圣经啊 甚至很多的参考书籍啊 今天我就不拿参考书籍给你看了 OK 总而言之啊 这个圣经呢 它是相当相当的复杂 然后呢 相当相当的有深度 好 那么圣经 我们又称为神的话 对 它影响了人类啊 可以说是 你要说 从旧约开始 三千多年的历史啊 如果是从新约的话 也差不多 也有两千来年了 那么西方文明啊 就是基督教的文明啊 那么地球上呢 然后这个 这可以说 这最近 这可以说 这最近从 宗教改革 这五百来年了啊 那么文艺复兴啊 然后这个 各种的人类活动啊 然后科学技术的发明啊 是吧 现在是这个 从第一次浪潮 第二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 第四次工业革命啊 比如说这个 第四次浪啊 都在吗 这个整个的人类生活 都发生到 天凡俱幅的变化 OK 那么现在又处于 这个新冠啊 这个COVID-19 这个大疫情之下 整个世界啊 可以说现在 不知道未来如何 如果你过去 不关心圣经说的话的话 我想呢 也可以原谅啊 你对自己啊 因为这个人类 还是平平安安 是吧 即便是有战争啊 有这个瘟疫啊 各种各样的事吧 但是人类从来 没面临着 像现在如此的挑战 OK 那么我们从哪里 去寻找这个答案呢 是吧 我们应该怎么活呢 怎么面对 现在面对未来呢 是吧 那么我们如何向 后背交代呢 是不是 那么呢 等我们真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地球会完呢 是吧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何把我们每一天 OK 把我们的时间用到最好 OK 所以今天 我呢 出这个系列 就是要帮助每一位 OK 特别是还没有读过圣经 是吧 读的圣经不多 然后呢 这个觉得圣经特别难懂 不不 又写 特别难懂 然后又没有太多的精力 去读圣经 可是呢 又想把圣经 这个他讲的道理 圣经的真理 然后呢 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上的东西 我就用五十讲的时间 大概呢 绘画 就是十个小时左右吧 是 也就是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每一讲呢 十到十五分钟 不等 那么把整个圣经呢 它的精华 它的最核心的部分 就从前到后啊 这个按照这个逻辑性啊 我自己的理解 神对我的启示啊 然后做一个 做一个 这个又是概述 又是深入的探讨 总体来说 把这个圣经呢 这六十六卷书 这个六十六卷书啊 这个印的啊 又读了很多 读不了的书呢 把它高度的概括起来 而且这个概括呢 是有深度 有广度 尽可能啊 这个 不遗漏最主要的信息 而且把神 他想告诉的信息呢 啊 进行啊 认真的探讨和剖析 结合我们 华人的实际 结合我们的华人实际 嗯 下来呢 我可能把这个系列呢 也要讲成英文和日文 所以呢 也希望普及到 全人类 全世界 好不好 那么呢 啊 把这一件礼物呢 献给神 作为神啊 他创造我 给我生命 给重生我啊 这个一个 对神的一个回应 好不好 我也希望你啊 跟我一起来学习 来探讨 让神啊 在我们身上动工啊 来赋予我们 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的生命 好不好 那么呢 啊 我呢 啊 基本上呢 把我的这个 啊 这个 自我介绍呢 就讲到这里 但是呢 我把我这个 基本的履历 再给你概述一些啊 那么呢 我是大学研究生 是在中国完成的 OK 博士 博士后 第一期的博士后 是在日本完成的啊 那么呢 我的本专业呢 是医学 心理学和 这个 社会医学啊 心理学 这方面 我对这个 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 医学 动物学 啊 病理学 有比较深入的探讨 那么在学术上 在情感领域 在 精神性疾病 特别是精神分裂症 OK 那么呢 在这方面 有比较大的减数 有点大的减数 那么啊 这个 我是在天道审讯院 加拿大 多兰多啊 有一个天道审讯院啊 这是一个完成的英文的课程啊 那么啊 这个很多的名士有借助啊 比如说诺贝尔奖获得者啊 陶内盖瓦啊 还有那个康奈尔啊 啊 这个不和不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直接的交谈啊 那么呢 也热心与社会公益啊 慈善的事情 对吧 那么曾经呢 给在马英九总统啊 他第一次啊 被竞选后 然后呢 我曾经给他写过建议信啊 并且很多的建议被采纳 那我在北京大学任职做副教授 说不连读导师的时候 也给这个 我们的校长写过建议信 也是很多都给采纳 是不是 都给采纳 那么我曾经呢 被一位非常这个知名的 然后非常有见识 在这个华人界啊 德高望重一位老先生啊 陈老先生啊 他曾夸奖我说 他是 他是真正有真知灼见的人 那么呢 马云九总统接到我的这个 建议信以后 他说我是间接卓越 令人感佩 对吧 那么呢 我是非常有这个信心 也非常有热心的 一位神的普通人 一位基督徒 也热心于这个社会事业啊 帮助人呢 家庭啊 婚姻啊 都在当中 那我希望呢 把我的余生啊 贡献给神 贡献给社会 为主而活 为主而死 OK 那么 人生的使命在于荣耀神 好不好 那么我们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祷告 把我们这个系列啊 然后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人生 生命生活指南和钥匙呢 把这个系列呢 摆在神的手上 求神保守看护 求神激励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啊 把它看成一个神 赐给我们的项目 好好的认真的啊 把它好好的完成 啊 亲爱的爸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有一位真神 他创造了一个宇宙万物 并且按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了人 我们就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 这是我们每个人 因为从始祖那里遗传了的罪 而这个罪 它会导致很多的问题 也是致死性的 OK 是因为耶稣降世 然后呢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呢 我们相信他的人 才被神所宽恕 让我们和神和好 也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让我们今天有永恒的盼望 因为主耶稣 他升天以后 他一定会再来 亲爱的爸父 我们现在呢 要这个讲一个系列 他的名字叫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也就是神你的话语 请你在整个讲座这个过程当中 每一讲五十讲当中 每一次你都激励我 也让我们的听众 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朋友们 随时为向你祷告 为我祷告 我们彼此带祷 让这个讲的系列 能够容神一人 求你纳约 让我们听完这个系列以后 那么成为我们生命 人生生命生活的真正的指南 和打开我们心灵的钥匙 也让我们把这个福音 和这个圣经神的话语 用它来传给他人 影响我们的家人 影响我们的朋友 影响我们的社区 让它成为光 成为眼 成为每个人的祝福 以上祷告 封爱我的主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大家